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大家好 我是MINGDE 最近天氣開始轉涼了 各位請務必保重身體 今天又是久違的秦始皇時間 雖然看到不少留言 希望我介紹某些作品 但每次看到那些遊戲 真是看一次就頭痛一次 請讓我選擇忽略 或者等之後的雜談帶過吧 首先第一款 新山海鯨 異變 台灣代理商又是老朋友 異亨 如果說模塊遊戲是舊時代的毒瘤 那異亨就是新時代的潮流了 不過今天並沒有要來盤點他的醫生 想看簡單介紹的話 可以去翻去年的已足奇兵 不過當時我是剛進入這個挖坑領域 對那些遊戲背後的查證流程 還並不是太完善 甚至那時候還不慎帶到了 買量大亨三七旗下的小小野國 當時真的是太年輕了 那這件異恨的身世 對我來說也一直很迷 雖然最早的時候 是跟中國天友E-SkyFound的關係較為密切 這點也可以從最早在台灣設立的 遊戲平台的公告 以及當時重點推的幾款遊戲 像是三國殺名將傳 神魔三國治 或者近期的血無者、魔鏡物語等 綜合對岸的新聞介紹中 可以見到天友的身影 甚至你可以直接從天友的簡介中得到佐證 但因為義亨本身 又會跟像是魔方網 或者四三九九等 以及其他中國廠商協助推廣遊戲 例如像前陣子 郭雪芙代言的《新疑天頭龍記》 就是為中國的凱因網路鋪路 所以義亨真的是個非常奇妙的 帶貨中介平台 並不像其他跳板有個明確的隸屬關係 跟不少廠商都有沾一點邊 但這其中永遠不變的是 義亨出品必坑精品 而本次的《新三海驚異變》 找了藝人台資源代言 雖然他在《重力節目》方面的表現 我也很喜歡 不過在遊戲方面就得說聲抱歉了 向前看齊口碑良好藝人 也並不是第一位了 掙錢嘛 不寒懲 本次介紹的遊戲在中國 是由軍區遊戲代理發行 在今年一月公測 Diskai放覆的特色台港澳地區 前面剛提到《乙竹奇兵》 也是他們過往合作的產品項目之一 而常看我頻道的應該也不陌生了 只要與義亨關聯的遊戲廣告 一直以來也都跟內容毫無關聯 找來的網紅、藝人、YouTuber、直播主等 也都只是配合廣告商的腳本演出 遊戲品質從來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 倒手的厚度才是關鍵啦 所以其實關於口袋奇兵 前陣子居然突然燒起來 在我看來就顯得非常可笑 那些長年以來用戶們用錢支持 且習以為常的假廣告遊戲 竟然在今天突然被正義制裁了 這類產品不會是第一款 也不會是最後一款 這在我頻道都已經講到爛了 先別說這些廣告商 只是根據大數據的分析 選擇用戶喜歡的方式去推廣 這次也只不過是 被聲量足夠大的人踢到才燒起來 所以不得不出來道歉啊 更別說還有那些直接推薦完盜版IP的 這種共犯結構真的是比比皆是啊 不然退一萬步來說好了 今天你說像我這種小頻道 去靠背那些人獲得廠商 哪間新聞會爆? 還是有什麼自媒體會當作新聞炒作?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嘛 甚至還會被反過來鍵盤靠背 更不用說這背後的動機 只是出於一次性的流量炒作 估計他們當時被燒的時候 應該也是完全摸不著頭緒啊 想說有這麼嚴重嗎? 以前這樣做也沒事啊 至於未來會改正、檢討、審核內容 醒醒吧孩子 長期吸著廣告商的毒而活 突然說要戒毒放棄資本的誘惑 這可不是什麼簡單的事啊 要是真的普遍大眾都這麼清醒 選擇去抵制這類廣告買讓遊戲 也沒人敢去接這些廠商的業配 還會有現在這麼奔放的亂象 實際上掏錢客爛支持他們 才更符合你我對台灣人的印象 而且以去花時間去幹這些業配 不如直接BAN掉這些代理商來得更實際啊 那非要太多了 還是講回遊戲吧 玩法就是一個很典型的 放自家戰力課金卡牌遊戲 平平淡淡毫無驚喜 演講的建模過時的玩法 敷衍內容豐富的禮包 廣告依舊是各種假到不行 與實際畫面完全毫無關聯 再搭配一輪網紅 預約抽獎超高福利的定番操作 然後一定會讓用戶去預約留言加截圖 畢竟只有能天生的認為自己會是那個天選之人 但不過也只是廠商精心算計下的免費幫傭 讓遊戲第一時間衝上免費榜 這一刻誰都沒有為韭菜的錢包挨到 立刻感到戰場的是更多的韭菜 而且仔細想想他們跟口袋齊瓶做的事 根本是一模一樣啊 也都花錢請來讀稿機 變現那些流量跟品牌效應 差別只在於有沒有被抓出來批鬥 不然真的清算起來誰也沒得跑啊 之前我也講過了 很多演出都是商業上的逢場作戲啊 千萬千萬不要看得太真切了 而且按正常邏輯啊 這些廠商真的能端出高品質遊戲 你我才要擔心明天是不是要世界末日了 這些產品被量產出來的目的 從來不是為了好玩 而是出於精心設計用戶 誘導課金的練才產品啊 我過去也介紹不下N款這類遊戲 無論用什麼樣的美術題材 包裝成放置還是ML等 每個月輪番上架 然後再輪番死去 同樣劇本不斷上演 韭菜們始終走不出這個死循環啊 也讓我們有看不完的樂子 再來另一款 公主別這樣 開發商是中國的維加互動 在國際服的代理是主要投資方 主龍娛樂 而本次台服的代理則是跟子龍遊戲 關係密切到不行的遊戲種子 而子龍跟遊戲種子 這兩間背後的關係戀 應該不需要我再給各位喝譜了 目前該公司在台灣營收表現最好的 就是今年2月上線的IP授權作品 卡莉之傳說 其次則為另一款IP授權作品 於2018年發行的夢幻模擬戰 相信不少人知道子龍真心公司 也是因為戰棋遊戲 不過也不是每一款表現都反響良好 像近期的阿克倫 這款也被人戲稱值得換皮自家的天地劫 但是不論在去年的韓服 或者今年的日服表現 也都沒有超越過去夢幻模擬戰的輝煌戰機 就目前的成績表現來看 未來也有點岌岌可危啊 而子龍最近入服封測 下個月準備公測的鋼籃 原本也是想走複製IP的方式 找上了SE旗下於1995年推出的雷霆任務 遊戲不論從機甲風跟鋪為破壞的設定上 都是借券於此款遊戲 去年還有在IGM上發出聯動的宣傳影片 不過雙方後來不知原因合作終止 便將遊戲改成原創IP出征 不過前陣子封測的反響其實也一般般 就不知道是另屁蹊進還是自取滅亡了 當初上架我有時間再來品一品 那再講回本次的公主別這樣 國際服在今年的7月上限 但表現只能說…嗯… 台服找來的藝人雷加瑞代言 也是稱一波他最近的相關戲劇正走紅吧 遊戲整體就是非常典型的劍員like 套上暗黑童話題材 不過這類作品之前也上較過不少款 例如像剛提到 以Skyfunk代理的那款魔鏡物語 講到這啊 他們最近也迎來了週年季 希望明年這時候你們還健在吧 千萬不要讓我笑著去上香啊 遊戲在美術方面也含有迪士尼早期的懷舊童話風 不過精緻度跟差異化上並不是太突出 而且這個風格說實在也並不是太大眾啊 外加玩馬又是很明顯的課金買數值類 這種最典型的特徵就是 戰鬥可跳過 你只要把數值拉到位 鈔票給到位 就可以爽爽刷刷通關了 完全不存在操作跟配對空間 雖然我知道還是會有人 在這類遊戲中尋找什麼強度榜 不過這大多只是用來圖利那些賣手 抽割一波的投機客 這類遊戲的商業模式就是追求超短線 無為客真的不要在這遊戲裡面找什麼生存空間了 而且這類遊戲也是可玩內容極少 但商城禮包跟樣式賊他媽的多 尤其成本越低 一眼廉價的作品 開價真的是一個比一個更狠啊 我真的不想再一夜爆菜名了 回去翻翻我之前介紹過的同類遊戲 這個商業模式真的是毫無變化了 甚至更是變本加厲啊 之前也有人留言說 就是享受這種可以買買買的快樂 那今天這兩款都不會讓你失望 等上架的時候 務必報課一波啊 結論 苦恨年年壓金線 為他人做價一賞 每次介紹這類遊戲 都有觀眾說 現在還會有人因為藝人網紅推薦玩遊戲嗎 我相信本頻道的營收月報會告訴你答案的 總是有源源不絕的新韭菜 跟無法自拔的老韭菜 拼命給廠商輸血 假設這些真的是沒用的推廣手段 廠商也不會繼續使用 而且對這類用戶來說 追求的就是一個簡單偷錢又不費腦 時間沒有但錢有的是 不論是小額還是大額 甚至貸款負債也無所謂 只要能立馬看到效果 把優越感拉滿就好 他們真的是被廠商牢牢的拿捏了 況且並不是這麼多人追求所謂的遊戲品質 就算一眼看上去是爛到不行 具有跨時代的美感 或者只是在那不斷砍樹 但他們並不在乎 重點還是花錢的當下 有沒有滿足需求 這些產品 包含口袋奇兵 他們要觸及的目標用戶 從來都不是你我這種 會主動篩選到垃圾的用戶 有需求才有市場 有算計才有商機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er我們下次見 掰掰 吃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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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